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關注中印關係的最新動向 在昨天印度媒體就報導 說在中印邊境那處曾經發生過衝突 造成了最少24人受傷 包括了有20名的老解和4名的印軍 來到今天印度方面果然就是有所回應 而且還出了兩連擊 第一就是印度政府決定要永久封鎖59隻中國製造的手機apps 包括了有部份都是享譽盛名 以及非常受到民眾歡迎 例如就是抖音、微信等等 至於第二件事就是 印度跟中國一起搞疫苗外交 但是印度似乎在速度上能夠先拔頭籌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先說一下印度政府今天的宣佈 根據印度時報引述的消息人士所說 印度電子與資訊科技部 已經向59款中國製造的apps 所屬的開發公司 發出了通知 他們的apps將會在印度 遭到永久禁止使用 包括了有哪些apps 例如是 中國製造的apps 一共有59款 印度政府主要認為 這些apps是從事損害印度主權完整 國防 國家安全 以及公共秩序的活動 根據當地的資訊科技法的規定 予以永久封鎖 印度政府的這項舉措 對於大陸的手機apps來說 是會造成一個災難性的打擊 因為 現在說明要永久禁止他們的話 意味著這些apps 將會永久失去了 十幾億人口的新興市場 而大家都預計得到 這個新興市場在未來的一段時間 將會高速增長 所以對於大陸的科技公司來說 是會構成一個很嚴重的潛在損失 當然印度方面 他現在就用 危去 這個領土主權完整 或者是國家安全的原因 來封鎖這59隻apps 到底他有沒有道理 這些就見仁見智 因為來到這些時刻 很明顯他都不是說說什麼大道理 他純粹就是用來回應中印邊境衝突 什麼國家安全這些東西 很明顯都是百搭原因 而且印度總理莫迪 他也是很想扶植一些 他本土的山寨手機apps 所謂肥水就不留別人田 與其給你去賺錢的時候 倒不如印度自己賺 你說這些招數 其實大陸方面自己有沒有用到呢 大陸自己的互聯網市場有沒有對外開放呢 他們又可以問回自己 所以來到這些時刻都不是說什麼道不道理的東西 純粹就是講強權 開講都有說 一物字一物 糯米字木失 正好就是用來形容 現在中印就著科技方面的大戰 印度政府就說 那59款中國apps所屬的企業 提出了一些有關數據安全和私隱保護的說明和解釋 但是就未能夠令印度政府滿意 因此就給予永久的封鎖 就是禁止了他不准用 我估計印度總理莫迪 應該不會純粹滿足於 封鎖大陸的手機apps 因為這個純粹就叫做軟件 當然軟件所創造得到的財富都是很大量的 但是 軟件之餘還有硬件 在上一季 大陸的智能手機 在印度的市場佔有率 仍然是高達八成的 所以我估計 印度總理莫迪下一步可能就是會針對那些硬件 就是那些智能手機的銷售 因為他現在都搞定了apps 那你下一步有什麼做呢 就無非是那部機的 是不是 至於他會不會動 我們就拭目以待 這是我的估計而已 因為你看到他的軌跡都是 他就是逐樣來動 他逐步逐步行 而且大家就看到 印度的對華繼續重錘出擊 完全 就已經沒有了美國因素的影響 他是自主來做 他已經發展成為一個自動波 就算沒有了特朗普總統的因素 他也不願意繼續停下來 他的步伐都是加速的 而且不僅是展現在科技方面 在外交方面 中印都在激烈競爭當中 上年剛剛武肺爆發的時候 就出現了口罩外交 來到今年 又演變成為疫苗外交 參與疫苗外交有很多國家 其中的兩點就是中國和印度之間的比拼 大陸方面 其實已經向某些國家答應 說會捐贈一些武肺的疫苗給他 比如說 中國就將會向巴基斯坦捐贈50萬劑的武肺疫苗 巴基斯坦對此表示非常感謝 這個疫苗當然就是中國自行生產製造的 就是叫做國藥疫苗 應該就是香港都有買的 另外中國外交王毅在上星期出訪的時候 承諾 將會向緬甸無償提供30萬劑的疫苗 向菲律賓捐出50萬劑的疫苗 而柬埔寨方面 亦是多謝了中國的捐贈 即是說有一些東南亞的國家和南亞的國家 就已經獲得了這個捐贈 但是印度方面也不弱 因為印度本身是一個仿製藥的大國 故此他在製藥技術方面 一點都不會落後於人 所以他們又搞起了這個疫苗外交 而且大家就在這裡和時間競賽 印度原來就先拔頭籌 原來印度不聲不聲 已經向多個國家捐贈了武肺疫苗 包括還有緬甸 馬爾代夫 北丹 孟加拉 尼泊爾等的國家 這些全部都是印度的周邊國家 有部分也跟中國有接壤 很明顯現在他就是要搞這個友好木輪 印度這個舉措 獲得了南亞地區的廣泛清語 也動搖了中國在南亞和東南亞的主導地位 因為竟然是由印度搶先一步來施以援手 而且在捐贈數量上 印度一點都不淪色 而且非常之大手筆 在上個星期五 印度就向緬甸捐贈了150萬劑的疫苗 可供75萬人來都去接種 即是說 一個人要打兩劑疫苗 那一款 另外在孟加拉方面又如何呢 原本他們會獲得 11萬劑中國科興生產的疫苗 但是由於他們拒絕支付相關的研發費用 於是這11萬劑就打水漂了 孟加拉繼而向印度方面求助 到了上星期四的時候 印度就決定了 無償地捐贈200萬劑的疫苗給孟加拉 你原先只有11萬劑而已 他現在捐夠200萬劑給你 起碼就位及到100萬人了 所以 擺明這一波就是大家鬥龍樂人心 印度剛好善在這方面又有一個優勢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仿製藥大國 所以他製造這些針藥他的成本又低 他的技術也不落口於人 所以在這方面印度就可以跟中國困一下 另外根據一些消息指出 印度政府打算 在接下來的三至四個星期裏 向不同的輪郭 提供1200萬到2000萬劑的無肺疫苗 此外 印度還會幫助其中一些國家訓練醫務人員 管理這些疫苗的施放效果 所以大家就會看到 印度在疫苗外交方面 似乎更勝一籌 老實說 有些國家他本身不是條件那麼富裕 有些國家肯送給他就照用 他說你有效好 沒有效好 或者是有什麼副作用 他打了才算他不會拒絕的老實說 沒有人會拒絕 因為如果你叫他給錢買 他第一未必捨得買 第二 你叫他買大量也未必買得起 難得有人送給他他肯定接受 所以這些就叫做 雞腿打人牙教員 是一定有效的 印度那麼適合 你是仿製藥大國 你製造這些疫苗的時候 他本身不多不少都會有一個價格優勢 而且他又願意來花一筆錢 捐助給其他國家 所以整定 印度在這一波的疫苗外交上面 是會有所領先的 當然說到這些疫苗 到底大家接種好 不接種好 現在香港就說買了一堆回來 其實我自己所認識的人當中 都不是說很敢接種 因為大家都會擔心 究竟這些東西有沒有副作用 譚耀宗就聲稱說 打完國藥疫苗之後 他還好睡了 這個就不知道 從何說起 打疫苗通常人家就有副作用 比如說頭痛 發燒 周身痛 諸如此類 他反而說好睡了 不知道幫他打了什麼 他會好睡了 真的 政府當然會告訴你 這些疫苗是安全的 沒有問題的 因為他花了那麼大筆錢 買回來 他不打也會過期的 但是究竟打不打好 始終 射入自己身體的東西 就小心點好了 最重要 都是時刻要記得 保持著最好的衛生狀況 戴口罩 不要亂來 擦眼、擦口、擦鼻 洗手 這些是基本功 打不打 大家自己決定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